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公聽會開始 請各位媒體朋友先 就定位好嗎 我們本次公聽會的題目 為勞動基準法落實週休二日法案的討論 我們首先呢 先謝謝各位專家學者 還有政府單位人員出席本日的會議 那有鑑於這個勞動基準法 落實週二日為目前社會非常關注的議題 所以我們特別在今日召開公聽會 那麼我們的公聽會分成上午下午兩場 中午十二點休息 到兩點半 兩點半 那我們這次的題綱 第一個是比較就制雙週八十四小時 及現行單週四十小時加班費的計算 第二 以價制量的休息日加班費要如何計算 勞工休息日的加班費 於新修正勞基法版本之計算基礎下 真的有增加嗎 第三 勞工週休兩例假的規定 是否符合台灣目前產業現況及食物的需求 並真的能確保勞工的權益嗎 第四 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的合理性 國定假日未能一致產生什麼樣的困擾 第五 在法定公時修改為每週四十小時後 如何在不損及勞工權益下 務實的落實週休二日 希望今天大家能集思廣益提出寶貴的建言 我在這邊也特別要拜託大家 為了讓我們的會議進行 請大家務必我們能夠守秩序 讓我們的這個公聽會能夠順利 我們接下來介紹我們這次公聽會的 這個參與單位及人員 我現在見 等一下你們發言的時候 發言的時候可以提 可以就你們想提的 可以說好不好 請維持秩序 來 我們介紹 我們介紹今天與會的人員 第一個單位是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人水柳副總會長 他是參加下午的時段 第二是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副秘書長李德娟 有在場嗎 好 來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欣秉龍 以及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副總會長 為什麼 你們這裡從 人水柳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 來 藝茂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靈芝 伊朗餐飲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中曉 聖恩全生涯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總監李素梅 公餐百科文具有限公司 公餐百科文具有限公司 負責人圖志賢 桃園市產業總公會秘書長姚光祖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公會 青年行動委員會發起人蘇子萱 新竹產業總公會理事長詹素貞 雲林縣產業總公會副理事長林志文 全國產業總公會理事長莊絕安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研究員陳秀蓮 凱金銀行企業公會勞動者聯盟召集人 理事長方姚俊 台灣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公聯會 聯合會秘書長陳慕妍 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平 2016公斗連線發起人陳明珍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張新龍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正亮 議政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劉冠廷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公會秘書長林明哲 公斗連線成員毛正飛先生 公斗青年產業後備軍鄭仲號 維理法律事務所律師丁文勝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理事長陳素香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公會研究員陳柏謙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公會研究員林柏儀 2016公斗連線成員先生林奇紅 新海瓦斯公會副理事長袁兆文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許維動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林莊舟 今天的政府代表有勞動部部長郭芳玉 以及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謝倩倩 內政部民政司副司長羅瑞欽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蕭正榮 經濟部國營會管理師陳新玲 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許福天 經濟部人事處科長紀嘉玲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科長林玉琦 法務部參事劉成坤 經管會銀行局副組長張家奎 經管會銀行局專門委員王秀玲 以上為我們今天的處理人員 我們 你不要一直先打斷麻煩你先坐下 我宣告完一下今天發言的時間 昨天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齁 來 希望 我們今天先為請你們 等一下 等一下會有讓你提出的意見 先讓我把這個講完齁 我們先把這些宣告完你們再講 等一下會有讓你們充分發言的機會喔 我們各位專家學者發言的這個 請你們先填寫這個發言單齁 那我們待會就按照這個發言的發言單的順序 那另外呢 另外就是我們就是按照這個你們 有些人是報名上五場的 好所以那個上五場的我們先讓他們講完齁 那再來 我們每位上台發言時間是八分鐘 然後 請 上台發言者先報你們的單位職稱姓名齁 一例公報 我們公報來做紀錄齁 那因為我們今天出席的專家學者有三十二人 我們今天人數也非常多齁 那請大家遵守發言的時間 那我們 現在 我們 好我們等一下 我希望你們進場的人能夠保持 保持風度保持安靜齁 你們邀請的可不可以請他們先安靜一下 昨天 昨天都已經 昨天都已經宣告了齁 我要講也不讓我講 你們還在吵 如果這樣子我們公庭沒有辦法順利進行 我們就先休息啊 我們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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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公庭會呢 全程轉播 你要我們講清楚也麻煩你安靜 好不好 大家安靜就可以講 大家安靜就可以充分發表意見 你們麻煩你們自己處理一下好不好 你們這個哪個黨團邀請的 自己先處理一下好不好 通通通通這樣吵鬧 根本沒有辦法開公庭會 你們是真的要開還是不想開 這裡我們不是委員會開會 在我們議事規則裡面我們公庭會沒有程序發言好不好 好沒關係 你們不想聽 我要講 我們這個公庭會 我主席還是要宣告一些事情 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公庭會 是全程都有IVOL的系統 大家全程的直播齁 那另外呢 另外大家都知道最近公庭會 就是這樣子吵吵鬧鬧 而且還有黑衣人進來 那我們也得到情資 說一天有人要鬧場 所以我們特別也安排這些旁聽的人 到我們的簡報室 昨天呢也都先通知各個黨團了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請大家見諒 好那如果這樣子安排 大家還要繼續吵鬧 我覺得這個公庭會這樣子很難 來 來我們第一位發言是誰 好 在這邊 哪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 好 我們第一輪 我們首先請專家學者發言 我們第一位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陳正亮 八分鐘 八分鐘 我們第一位請副教授陳正亮 為何 直接不處理程序問題 這裏沒有程序問題的事情 這裏沒有程序 陳正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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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秘書請說明議事規則 到底公聽會有沒有程序發言 這個東西 我們請議事人員說了算 不是我說好不好 報公聽會 公聽會在過去我們舉辦的每一次 各位都是專家學者 以專家學者身份來發言 但是公聽會並沒有程序發言的問題 只有在委員會正式開會的時候 才有程序發言的問題 報告完畢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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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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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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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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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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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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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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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